嗨,我是打算出來花園拍攝的 但我快點出了點事 嗨,歡迎大家來我這個Vlog 現在風收了 我再不收就被那些鳥仔收光了 大家好,你們現在在北半球那邊 是不是很冷呢? 我這邊熱得快要死 不過我現在是紐西蘭的盛夏 不熱的話我更害怕 我都有一段時間沒有出長片了 其實我用了一段時間去記錄這段時間發生過的事 打算一次過就給你們看 在這段影片你們會看到我 調你龍毛調了不知道什麼的品種出來 另外 我會帶你們去中國吃 好曬 還有你們有沒有follow和subscribe這個頻道呢? 這段影片我會公開這個頻道其實是搞什麼的呢? 好啦,不如現在就跟我去看看我的田吧 哈,是不是只見到一片綠色呢? 介紹回農夫天敵雜草 不過我都有一些吃得的東西 沙律菜 旁邊的也是雜草 這個呢 如無意外 應該是脆肉瓜 還有粟米 這裡 我知道你們又只看到一片綠色 這個要重點說一下 在11月的時候 我下了種子 自己種白蘿蔔 打算用來做蘿蔔糕 因為這裡的白蘿蔔叫做 Ratich 我不知道英文 Ratich 它是好像一顆冰箱 如果要做一底蘿蔔糕 要用多少顆才可以做到呢? 於是我就上網訂種子了 它還用中文寫著白蘿蔔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種到我們用來做蘿蔔糕的那些蘿蔔 其實我已經收割了 但這裡真的太熱了 不如我進去給你們看看 以下的內容大家需要有心理準備 3 2 1 3 2 2 是不是ERROR的ERROR 哇 你看這個 我想說這個 它極像一個人在擺姿勢 你認住這個樣子 我現在做一次給你們看 它好像 很大頂 總之這裡有一盤腳 這樣 這樣 然後 然後有些手 有些手 我沒問題 好了我們不要再看了 我怕你們不安 我是會拿來做蘿蔔糕的 我想這裡也夠整吧 我也不知道 現在我面對一個最嚴峻的問題是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批皮 我會盡力的 那到時如果我真的做 或者怎樣 我真的拍片還是做Live 我不知道 你們拭目以待 生得出種的又怎止白蘿蔔呢 看到嗎 獨角獸番茄 你這樣看可以是一個獨角獸 這樣看 是一隻 但是沒有了一個 我種的物種是比較特別的 好 我本來比較漂亮 讓大家看看 先看看 不如讓我馬上試吃 哇 肉很實 你看看 是實泵泵的 自己種的東西特別好吃 我相信白蘿蔔 他們都會好吃 我會繼續努力的 嗯 我不知道你們世界各地的番茄價格 現在是怎樣 在紐西蘭呢 現在是OK便宜的 但早前是貴到不得了 說的是50元港幣1K 我想這裡接近2K 即是這裡整個港幣 所以我就決定 一到時間我就怒重番茄 說到哪裡呢 嗯 有些東西是未到時候修成的 但是 是挺特別的 即是你想也想不到 我會種這種東西 怎樣? 是不是毫無頭緒 它是甚麼來的? 其實它是花生來的 花生吃得多 你們人人最喜歡吃花生 但是種有沒有試過? 我沒有試過 究竟能否種到 我也不知道 會不會又種了一些 星形的 或者月亮形的花生出來 我不知道 似乎我還是做一些怪事出來的 但是我們就 看看這個變變變生命令 究竟我又會培植了些甚麼花生出來 這個就應該2月會收成的 即是 很可能在我下一個Vlog 你們就會看到 它們變成怎樣 我好像還沒有解釋 為甚麼叫花生Vlog 就是 因為我種花生 是不是很無聊 很無聊 很無聊 無聊的要說三次 其實呢 我呢 真的一路剪片 一路剪片 這個桌子很混亂 一路剪片 就一路拍這條片 看到這裡 我就想起 有話要說 我除了不斷種東西 種東西 種東西之外呢 當然也有做其他事情 你們呢 如果去到別處的話 去買一些華人東西 或者可能想吃一些唐餐 都會去唐人街 我們這裡 不是唐人街 中國城 是不是很近呢 嗯 其實它是商場來的 有些閘筆店舖 超市 麵包店 這樣 我不是吹水 它真的叫中國城 它整個格局 有點像羅湖商業城 早前我就去了那裡吃東西 我今天是想著吃 雲吞麵 這裡是有一間 港式的餐廳 兩層樓高的餐牌 好震撼 我上次吃的時候 已經對這一間 有點驚訝 很大碗 這個是豬手麵 什麼啊 我這隻叫做 阿力豬華手 雲吞是幾大顆的 蝦爆出來的 但是跟香港的大顆 相差很遠 咬開給你看 蝦掉了出來 吃了 吃完東西去麵包店 走一走 有時候進到麵包店 會有一下想著 我是不是在看港幣呢 這裡兌分 是要二十幾港幣 一片瑞士卷 但是我明白 生意難做 很多西餅的麵包 都是很難做的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自己做到的話 我就不會買的了 咦 這裡有些昨天麵包 10元3個 昨天麵包的價錢 比較適合我 不如買吧 算了 我想想 昨天麵包我也要想 什麼事 我是想買菜的 在紐西蘭就沒有香港那種街市 要買菜都是在超市買的 又或者可能偶爾去那些貨物市場 如果要買中式菜 就當然是去華超 又或者 自己種 就好像這些玄西 我在種 很快就不用再買 金菇這裡算便宜 我是見過有雙倍價錢 這個是抵買 茄子這裡就算貴 我看過是有一個多兩元 但是 一族再大隻 這個很多 你們猜一下這個是誰 我煮給皇帝吃的 沒有麵粉的 結果我是買不到菜的 我只是買了東西給大哥 我買了女貓金菇 好 好 你們看完中國城 我就終於吃完這粒番茄了 這幾個月 我除了種菜 種菜 還有吃雲吞麵之外 還有做了什麼呢 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應該知道 我拍了一些短片 在我自己的頻道 還有這個頻道 有沒有去追蹤 有沒有去訂閱 沒有的話 快點去搞定它 OK 我想說外面是超好天 風和日麗 我就在室內爆汗 今天我拍了 吃火鍋那條片 你們看了沒有 還沒看的話 快點去看 那現在 終場休息 真的要吃 我想說這鍋 導演非常之一絲不苟 我們那個湯底是真的 你看這個 這個是豬肥 超補的 現在的發發聲 不斷爆汗 我們風和日麗 超想出去玩 我覺得現在應該可以玩水 我會努力的 導演 等他也可以出去玩 先說說這個新頻道 你們有看的 都知道什麼事 全英語 我們一段影片 閒閒地 是不是最長的5個小時 最長是剪完重拍 拍短片 我覺得是難很多 對我來說 不如介紹一下 這個頻道的角色 有一個 Kento 那個是香港人 就是我 就是你們 這個說英文的比較差 就是我 未必是你們 另外一個角色 Kendo 他就是一個 在外國生活了很久的 ABC 所以他比較西化 說英文好一點 另外還有一個隱藏角色 就是Tania 他就在我們這兩個頻道遊走 總之是用來攝影 這個頻道有什麼意義呢 據導演說 他是這樣說的 是有很深和很長的 使命 是說香港人的文化 和其他地方的文化的差異 順手記錄一下香港人的文化 又順手介紹廣東話給其他人 這個意義 真是很心軟 如果你是香港人 是不是要支持 好 今集就來到這裡了 看看下一集有沒有花生吃 有沒有蘿蔔糕看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片 就記得CLSS 我們下集見 拜拜